剛剛跟你講計算的 這個如果要計算的融化熱跟氣化熱 所以你要知道什麼叫融化熱 什麼叫做氣化熱 一公克的物質 固體完全融化所需要吸的熱 叫做融化熱 冰的融化熱是80 每公克80卡 那一公克的物質完全沸騰 氣化所需要吸的熱 叫做氣化熱 使得氣化熱無反式 那一樣 這兩個數字如果是會考 他應該都會給你 但是我們仍然建議你背下來 冰的融化熱是每公克80卡 使得氣化熱是每公克540卡 雖然你在考會考的時候 這個數字通常都是會給的 但是我們仍然希望你能夠背下來 然後你要懂得 什麼叫融化熱 什麼叫氣化熱 所以一公克要80卡 兩公克就乘2 三公克就乘3 所以去乘質量 就是你融化所需要吸收的熱量 所以我們就會公式叫做M乘以Q M乘以Q 一公克需要8尺 兩公克乘2 三公克乘3 所以M乘以Q就叫做 如果融化或者是氣化的時候 所需要吸收熱量的計算公式 就寫M乘以Q Q就是我的融化熱或者是氣化熱 融化熱就是我們的公式 很正常 你看這個定義就會曉得 一公克需要這麼多卡 兩公克就乘2 三公克就乘3 就這樣來的 S等於M乘以Q 就是我們的計算融化熱跟氣化熱的公式 就是如此這樣的去算它 那因此我們前面交過那個計算的基本想法 就會變成仍然是一杯熱水加一杯冷水 變成一杯溫水 叫做兩物相接觸之後必達熱平衡 什麼叫熱平衡 溫度一樣 兩物相接觸之後必達熱平衡 什麼叫熱平衡溫度一樣 那為什麼會熱平衡 因為熱量會轉移 那請問熱量如何轉移 從來到哪裡 從高溫到好 低溫 然後轉移的時候 能量不會平白無辜的多出來或消失 所以會有一個關係 什麼關係 放熱會等於吸熱加上散熱 放熱等於吸熱加上散熱 OK 那問題怎麼算熱 當時我們只算了溫度變化對不對 現在還有一個狀態改變 所以公式變成什麼 公式變成 H等於2mS-T加上m乘以Q 這邊有兩段 這等一下跟你說的 就是以後只要注意 我的吸放熱可能會分成幾段 這一段是溫度有變化的 我就要帶什麼 2mS-T 那一段是溫度沒有變化 但是狀態有改變 我在帶什麼 m乘以Q m乘以Q 所以我們剛剛就跟你講 它要分段處理 所以公式就變成 2S-T加上m乘以Q 這兩個式子不會同時出現 有溫度變化的看前面 2S-T 所以我們可以用溫度變化的 狀態變化的看後面 m乘以Q m乘以Q 這就是我們的處理的方式 那 剛才 如果你用剛才的做法 通常你們也不會事先檢查 你就會直接去 你不會事先檢查 你就會直接做 那你直接做的時候 你如果答案大於100 答案就是100 答案如果小於0 就是0 因為如果你答案小於0 表示你的冰塊沒有全部融化 但是你以為它全部融化 就只好降溫降更多 所以小於0 所以答案小於0 就是0 答案如果超過100 就表示100 那表示水蒸氣沒有完全凝結 沒有放那麼多 就你以為它放那麼多 就只好加熱超過100度 所以呢 如果你用剛才的計算式去算 沒有事先檢查 有沒有全融 有沒有全部凝結 那麼 答案小於0 答案就是0 答案大於100 答案就是100 可是剛才講過要分斷處理 分斷處理 從-5度C的冰 變成30度C的水 那就有一段叫做-5度C的冰 變成0度C的冰 MSΔT 有一個0度C的冰 變成0度C的水 M乘以Q 再從0度C的水升溫到 大家講30度是不是 30度 又是MSΔT 要記得 大家總共有分了幾段 然後分斷處理 有溫度變化的跟沒有溫度變化的 要分斷來處理 有溫度變化的就是MHΔT 每溫度變化但狀態改變就是M乘以Q 分斷處理 分斷處理 這是擴散 課本上很簡單講一下 跑來跑去要擴散 然後溫度比較高的時候呢 擴散比較快 溫度比較高的時候擴散比較快 這個就是 簡單介意講一下知道可以了 然後再來就是C放熱的化學變化 以前教過了 國中所學的化學變化大部分都什麼 放熱 放熱不用備 只要備吸熱就好 而我們國中所稱的吸熱就是吸收能量 吸收光或吸收電都叫做吸熱 吸收光是叫做吸熱 所以 電解、電鍍、電鍊、電鍊 三下要交吸收電 吸熱 方法作用 生物膠吸收光 吸熱 加熱分解 炭酸鈣、炭酸性的氧化孔 受熱分解 吸熱 還有 這顏色變化了 有水、氯化、雅菇、粉紅色 沒有水、氯化、雅菇、藍色 有水、烤一烤、吸熱 吸熱 吸熱 反過來 OK 所以有水、有三桶、藍色 沒有水、有三桶、白色 藍色、淘一烤 變白色 吸熱 所以就是這個 去加熱、去結晶水 這都是國中有教過的吸熱的反應 要背 沒背過就是放熱 沒背過就是放熱 好 這個是尿素、甲醛素、聚合 這個反應是吸熱反應 可是以前古時候有做這個實驗的時候 你摸那個燒杯是熱的 是放熱 原因 它要加濃硫酸脫水 濃硫酸脫水是放熱 濃硫酸脫水是放熱 但它本身是吸熱 它本身是吸熱 這個像是講 鹽巴容易水、吸熱 擠一下 OK 那其他就放熱 沒背過就放熱 燃燒、爆炸 劇烈的氧化 放出光跟熱 叫做燃燒 劇烈燃燒叫做爆炸 所以燃燒一定是放熱 呼吸這就是氧化作用 呼吸的氧化作用 放熱 酸鹼中和 這很喜歡問你 這很喜歡問 酸鹼中和、吸熱、放熱 放熱 鹼酸脫跟水跟酸作用 這也是放熱 冰冷水作用 這也是放熱 OK 然後呢 這個是 酸跟鹼溶溶溶水 放熱 辛加游酸酮放熱 這些放熱 講過了 背吸熱就好了 沒背過通通都是 放熱 沒背過 因為我們國中階段 吸熱少 放熱多 所以放熱不用背 把吸熱背好就可以了 這就是跟各位介紹 吸熱跟放熱的化學變化